接著我們要跟各位介紹磁力線 這個我們剛剛前面講這個撒鐵粉 會形成一個圖案一個紋路 好像一些線把這個線畫出來 那個這個線就叫做磁力線 這樣子我們就具體的描繪了我們的磁場 所以我們這個磁力線就是要表達我們的磁場 也就是我們的磁力 像這個右手邊這個圖的這個樣子 把它畫出來 那磁力線是要表達我們的磁場 要表達我們的磁力 力是有大小跟方向的 那請問你 你的磁力線如何去表達我們磁場的大小跟方向 那講之前要先決定一件事情 什麼叫做磁場方向 因為磁場磁鐵有兩級 N級跟S級 有的時候相細有的時候相似 方向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要先定義 我說的磁場方向什麼方向 科爾這樣定義是說 磁場方向就是N級的磁力方向 就是N級指示的方向 右手邊那張圖 你的磁針 你的黑黑的就是N級 那麼它每一個排列的指示的方向就是我的磁場方向 而這個指示的方向是從左手邊這樣出來的 有一邊是相吸 有一邊是相似 然後兩個合一的結果 造成它指示像這邊 不過這種事情我們基本上 國中是不討論的 我們只看那個結果 就是右手邊那個結果 它排成這個樣子 就是這個上面說的話 磁場方向就是N級的磁力方向 就是N級指示的方向 像這樣 我們的現在呢 我們這個磁鐵靠過來 我們的N級磁力向右 N級指示向右邊 那我們就說 這裡的磁場方向是朝右邊的 叫做N級的磁力方向 也就是N級指示的方向 就是我的磁場方向 好了 那我的磁力線要表達磁場 要表達磁力 請問你磁力線如何表達磁場的 大小級方向呢 國中線階段 基本上大小的重要性比較低 方向的重要性比較高 我們比較會跟各位談的是方向 這邊磁力線的切線方向 就是磁場方向 它可以切有個問題啊 從哪邊切 像這個線 你可以向右下角切 也可以向左上角切啊 那怎麼切 N級的磁力方向 所以N級會把N排斥出去 所以磁力線在N級是出去的 所以在外面是從N級到S級 在裡面是從S級到N級 所以磁力線的方向 在磁鐵外部是從N級到S級 在磁鐵裡面是S級到N級 這個用同名級相似 易名級相吸 你就會知道了 OK好這樣叫做表達它的方向 磁力線的切線方向就是磁場方向 這件事後面會一直拿出來用 要記好 磁力線的切線方向就是磁場方向 就是N級的受力方向 就是N級指示的方向 那大小怎麼辦 大小要看疏密程度 磁力線如果比較密集 就代表磁場比較強 磁力線如果比較疏鬆 就代表磁場比較弱 所以考試就畫個圖 A點跟B點 請問你誰的磁場強 就看誰的磁力線比較密集 所以磁力線密集代表磁場比較強 磁力線比較疏鬆代表磁場比較弱 所以我們就畫出磁力線 要來表達我們的磁場 要表達我們的磁力 力是有大小級方向 請問你磁力線如何表達磁力的方向 磁力線的切線方向就是磁場方向 就是N級受力方向 就是N級指示的方向 那是怎麼切法 磁力的外面是從N級到S級 裡面是從S級到N級 磁力線如何表達我們的磁場的大小 磁力線比較密集的代表磁力比較強 磁力線比較疏鬆代表磁力比較弱 那同時要知道磁力線是一個光滑封閉的曲線 為什麼會封閉啊 為什麼會封閉呢 因為沒有磁單級 有N級就有S級 所以一邊是從N到S 另外一邊從S到N就合起來了 所以它沒有磁單級 有N就有S 所以外面N到S 裡面S到N就回來了 所以它本身會是封閉的 同時磁力線彼此之間不會相交 不會有兩條磁線交叉 為什麼不會相交 為什麼不會相交 想法一就是 我們磁力線的切線方向就是磁場方向 就是N級受力方向 你畫兩條線就有兩條切線 就有兩個受力啊 它就算真的受兩個力 它也做成一個合力啊 會指向個特別的方向啊 當然就不會相交了 或者你可以曉得 它就是N級指示的方向 那一個磁針只會指向一個地方啊 它不會指向兩個地方啊 所以它就不會 不會有相交的線啊 這種簡單的事情 也是考試會有人問的 就是問你它的這些性質 它是個光滑的封閉曲線啊 不會相交啊 就問你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何者錯誤 就寫在那邊問你 OK 最後一個是要告訴你 磁力線是立體的 我們的考卷是平面的 我們平常上課都畫在一張紙上 這樣跟你講解的 可是實際上它是立體的 立體的 像這個上面顯示立體的 周圍通通都有磁力線 多通都有磁力線 並不是平面的 只是個告訴你說 這是實際上這樣子 那我們當然上課講解幹嘛 都畫在平面上 但它其實不是平面 它是個立體的狀況 希望你能夠明白 這就是我們的重點 磁力線要用來表達磁場跟磁力 那麼力會有大小跟方向 請你記好 我們的磁力線如何表達磁場的大小 磁力線如何表達磁場的方向 這就是我們要學會的重點 OK